大家好 我是Jay 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是周三 明天就是进入这一周的高潮了 周四周五 周四盘前会有这一个GDP数据 周五盘前会有这一个PCE通胀数据 也就是美联储最喜欢的指标 这次要去看一下 Nicky会不会提前泄露一些端倪出来 暂时这一周的消息面都比较的是淡一点的 但是今天主要盘后是看美光MU的这一份财报了 Costco来说的话是明天 所以明天可以看一下Costco财报 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光的财报非常的upbeat 在这一边是双beat 好过预期指引也是好过分析师的预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幅度在这边挺大的 13% 直接冲上来 108了 那美光在频道上也是有讨论的 因为在这一边的日线级别呢 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双底在美光上面的 那么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08呢 基本上已经对称了跟前面的109 这个高位如果能进一步突破的话呢 就有可能去115这一边了 今天尾盘齐全有没有异动 这一边确实是有的 107的靠 末日的靠这一边呢 有突然冲上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盘后在108左右就是在对应这一个靠 周五来说的话 齐全到期 所以这些末日靠 我觉得入带为安就是小心一点吧 如果是有长期一点的话 就是看能不能站稳这一个105均线以前的压力呢 变成之后的这一个支撑 然后进一步的冲高 缺口下方呢 是在122左右吧 这里缺口下方 然后缺口补齐的话是在127 在这里 记忆体的这一个需求啊 还是被这一个调高了 我们可以看到盘后反应对这一方面最好的呢 是半导体设备像AMAT还有ASMI 之前大家就比较担忧是不是不需要这么多像ASMI EV的这个机器了 进入了一个冷淡期 但是在这一边呢 美光的财报里面呢 还是比较的是不错的 非常强劲的这个需求给这一个记忆卡 记忆体 所以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是进一步的推高了整个芯片半导体的这一个情绪面 我们可以看到盘后其余板块里面的这一个个股的反应还是挺不错的 台积电和这一个AMD 英伟达呢 都有上来一点的 就是看明天有没有延续性了 因为明天盘前呢 也是会有这一周最重要的一波演讲会出来啊 明天已经是提前呢 调了三个闹钟 希望能起来跟大家一起去直播啊 虽然老包就是发言五分钟 但是周围呢 美联储的二当家三当家呢 全部都会去发言的 后面还有这一个Yellen和Gary Gensler 都是比较重要的人物呢 会去参与这一个美国财政部的这一个市场的大会啊 所以这个conference呢 会对美债非常的重要 因为最近大家在研究为什么罗素2000指数 对吧 这个IWM Tom Lee 非常看好的一个板块 今天Tom Lee 其实有上CNBC去讨论的 一会儿我会去讨论一下啊 这个Tom Lee最新的观点 Tom Lee 还是比较是谨慎一点 他说跟不同的money market managers 就是不同的这个基金管理者呢 和投资者去讨论的时候 发现大家都比较谨慎 因为大家有不少的人觉得现在就是在经济衰弱里面 所以这个周五的PCE通胀数据呢 还是比较的是重要一点 需要比较强一点的证据呢 去证明现在是在软着陆 而不是在实际的硬着陆的经济衰弱里面呢 所以有看到这方面的证据呢 可能会进一步的去鼓舞市场的信心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标普白指数就卡在这个上行三角里面啊 今天的幅度呢 还是比较的是小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英伟达早盘呢 是有冲高的 小股来说的话DJT有冲高 一会去说一下啊 先回到罗素2000的这个观点上面去 那么我可以看到在9月18号这一边美联储啊 这个大的降息之后 五十基正点 我们可以看到小盘股反而是走回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降息主要的一个利好呢 就是对雨后的这个预期 因为降息不是代表它即刻就是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呢 是可以通彻的 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这个之前跟大家讨论过的啊 所以实际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放水政策 比如说你做QE的话 那种是即刻给市场输入流动性的 所以在短线来说的话呢 通常对利率非常敏感的一些板块呢 像降息利好的小盘股来说的话 再看的是美债收益率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9月18号有点sell the news之后呢 现在回踩了均线的这一个支撑了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里的形态 因为之前是出了一个类似于双顶的结构 但现在确实到了这一个支撑的均线了 因为明天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讨论会嘛 所以到时候看一下这一个conference 高峰会议上面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结论 希望能上来跟大家一起去做这个直播啊 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美债10年的这个走势的话呢 大家会发现的是倒过来的 那在这里9月18号触底之后呢 是连续的上升的 这就反映了为什么小盘股再跌啊 是因为美债收益率呢 不断的是有上升的 物极必反吗 那大趋势是代表美债收益率要继续的往上去走吗 大趋势还是在降息的 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50几十年降息的几率呢 又加到了接近六成这一边去了 当然明天大会讨论里面呢 如果美联储更改了一些看法的话 那么这边有可能就会动了 明天盘前来说的话 除了GDP数据呢 在盘中我们还是会见到这一个JOTS 每周出来一次的失业申请的 现在市场对这一份报告呢 都是关注的非常的紧 因为大家需要见到证据 不是硬着陆 而是软着陆 所以就要看这个劳工市场呢 皮弱下去的话是有多快 最近JOTS那边没有太大的一个爆雷啊 反而是往低点那边去走 我们最近见到了一个三个月低的21万 上两周来说的话 有点这一个往上一点 但是还是基本上如果见到是在23万附近的话 这个数据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偏差了 啊 这里主要就是看明天芯片半导体呢 能不能保住这个涨幅 我们可以看到盘后呢 SOCKS直接是涨了接近5%了 所以其实都有啊 上来的这一个迹象的 肩盘中来说的话 啊 可以看到DJT这一边呢 是有继续的冲高了 啊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把握好啊 其实他做底部的时候下跌的那一波还是挺快的 但是之前跟大家讨论过的到了12 对吧 12.2左右吧 啊 那边附近的时候呢 应该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 然后做一个反弹的 所以应该是12点啊 12.3附近 因为跟前面的低位是接近了嘛 所以我说那边关注率比较的高 然后就是啊 这一个去看做空 是不是费用也比较的贵 然后就有逼空的行情出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连续放了两天的这个量啊 往上去冲击了 啊 上面来说的话 有几个缺口的14 15 17这一边呢 都是有的 所以到时候再看吧 但是这一种股票波动非常的大 一没有量呢 就走的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有没有后劲来说的话呢 还得继续的去看 还是那句话啊 盯景频道啊 会尽量的去每天陪大家去更新这一方面的这个消息面 这里下一个补期缺口是14.65左右 这里基本上非常接近了 没有去补期 啊 差一点就补期了 然后继续往上的话呢 15点啊 15.47这一边有个小的 然后再往上走的话 有可能就17这一边呢 嗯 但是在这一边呢 也是开始临近了周五啊 周五就比较害怕的是 如果他连续啊 比如说他做这一个higher high 然后继续爬上去的时候呢 期权也涨了不少的话 做事商周五的时候 可能去这一个期权双杀的时候呢 对看多就不是这么的有利 所以到时候还是去啊 进一步的啊 再看吧 啊 明天的复盘再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下 先看一下美光财报这一边啊 美光财报呢 是双币 每股收益啊 预期1.11 实际出来的呢 是1.18 营收这一边呢 Topline 啊 也就是没有去除成本之前 预期是7.65 实际出来的是7.75 啊 这里说一下啊 上一次6月的这个美光的财报呢 也是双币 但是跌了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看华尔街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在这一边双币呢 他反而走高了 但是这也是因为他给的这一个guidance指引来说的话呢 比较的乐观一点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美光呢 是预期了这一个啊 guidance指引这一边呢 啊 分析师的预期是1.52的 给美股收益 他们出来的是1.74 这个还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beat revenue 营收这一边topline呢 也是一样的 分析师的统计呢 是83.2亿 啊 他们给出来的范围是85到89亿 所以这一边还是非常的乐观啊 但是我们也见到过之前 英伟达的财报双beat啊 指引呢 也是好过预期了 结果股价就不利 所以这个一切都是还要去看这个华尔街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但是记忆体里面呢 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嘛 一个是DRAM 另外一边是看这一个NAND的 DRAM 这一边呢 它的需求的前景呢 有进步一点 啊 主要是因为数据中心的这个服务器 啊 还有其他的啊 市场不同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增长还ok 啊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 就是把这一个预期调高了一点 啊 然后NAND的这一个记忆体这边的这个增长呢 还是比较是比较不错的啊 啊 所以啊 两个主要的分牛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啊 DRAM 的那一边呢 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进步 啊 这一会儿是在走这一个电话会议了 但是我看到股价没有太大的变化 啊 还是在109 所以看一下美光明天能不能进一步的维持住 这一个幅度啊 毕竟之前来说的话 我们看另外一只英伟达系列的股票 像DAO 来说的话呢 DAO 在财报之后呢 它的这一个呃 延续性呢 在财报走完了走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回调之后呢 还有进一步的冲高的 这一边已经反弹到120了 前面还有一个86的低点的 所以感觉DAO 这里呢 真的是这种静悄悄在往上冲的这一个板块 ARM 来说的话 今天也有冲高的 最近是面临这一个150附近的一个压力点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边的发力也是挺强的 因为最主要的是它前面已经有过一个星期左右涨27%的那一段 所以后面呢 还是在徐徐缓缓 想进一步的往上突破 那么暂时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们看到美光这边没有爆雷的话 那明天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能不能被带动起来 今天英伟达三角突破失败 冲高回落 但是今天还是收涨的 涨的2%还是OK的 所以这里如果三角被突破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英伟达在放量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可以去冲一波了 所以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我关注的点位没有改变 还是127 130这一边 也就是对应了这里的密集的压力区域 看一下能不能延续和拿下来 但主要也是看老包那一边明天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这一个出牌 好 接下来另外一支连带的股票是SMCI SMCI其实应该是10月1号左右 实际的去实行这一个拆股的 所以这一边正好做复盘的时候 跟大家提醒一下 所以这一边来说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注意一下 他的这一个拆股的这个日期的 因为拆股之后呢 他的这个价格 大家就会说 我的SMCI不会吧 突然变成几十块了 那是因为他拆股了 不是因为就是自己的这一个股票 真的一页贴了90%是这样子的 不是那样子 是他拆完股之后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自己的股数是增加了 这也会给SMCI增加流动性 所以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总算均线突破 盘后上来一点的 因为MU走强了吗 这两天另外一个液体冷却的 芯片半导体概念的公司 VRT是连续的这一个高飞 希望这一边这个SMCI也能加油 那么VRT是不是遇到压力的 是的 这边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里缺口是补齐了 所以又是100整数 所以要比较小心压力的 另外在AI能源那一边来说的话 VST感觉是比较强劲一点 因为CEG来说的话 它第一天的幅度比较强的 蜡烛也比较漂亮 22% 今天是有上去3.7%左右的 但是感觉VST这一边 其实上去的也挺稳的 这里的这个技术形态更加的好看 在高档盾化 但是也是同一句话了 这个RSI多到83的日线级别 还是比较的是高的 那么大盘为什么最近卡在这一个点位呢 其实这一边的讨论还是比较的多的 但是回到标普白指数的讨论上面呢 我们是可以看见大盘这两天呢 基本上是维持在这一个上行三角里面的 上行三角里面 就是在等这一个突破了 应该明天是会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三角呢 都已经走到这个尽头这一边了 如果三角是释放力量的话 这里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去突破了 今天发现如果我们去看SPX末日的这一个期权 零DTE的这些期权的话呢 我会发现密集的call的这一个区域呢 是在5750的 这个就对应了JPM的这一个caller 那JPM呢 之前是把它的做空的那一个角 是摆在5770的 后来调到了去5750了 他买的不是weekly 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的这些末日的 这个每周到期的这一个期权 也不是monthly 不是每月结算的 他做的是季度结算的 这里会写的quarter lease 所以他用的是这一个非常出名的JPM caller 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你去做空 有一个看多期权 这一边呢是做空的 另外的一边呢 是为了防御性 防御这一个往下走呢 会买一个保护的这一个put 我可以看到是5185左右啊 这跟Tom Lee一直在说的 这个Fedput5200非常的接近 就是在那一边这一个点位 那为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呢 9月30号嘛 因为这个季度快结束了 12号就特撒交付数据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季度末的时候呢 这里指数呢 这两天来说的话 为什么5750有点过不过去 因为这一边JPM 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做空这一个5750的这个call 在保护着它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边的压力呢 比较的大 但同时也表示 如果5750被拉爆的话呢 那有可能就是期权上面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逼空 大家要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周一啊 9月就是9月30号了嘛 他就到时候是到期了 而且周五也快来临了 所以还是比较害怕这种冲高回落的这个行情 主要还是不确定美联储明天会怎么样的去出牌 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去讨论的 那这个JPM的call 能不能去预测一下走势呢 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这一个分享是在8月26号的时候的 当时很多人在讨论5750的 那在这一边呢 有可能是有这一个 这个 信力 把股价呢 拉到5750这一边 我们现在在5722 这个是一个月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去讨论JPM的 这一个caller做的 两端角 对吧 往看跌那一边来说的话 520没有接近 这次的higher low 出现在5400 所以大家就在看这个看多能不能突破 那为什么觉得这里看多 如果是开始拉爆的话 会比较大一点幅度 往他们之前的那一个5770的那个call那边去走呢 因为这一个上行三角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ball flag 如果这个牛旗是直接突破的话 他的那个爆发力是挺大的 但是比较担忧的就是他走那种冲高回落的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的 5800之上来说的话呢 暂时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Tom Lee的看法是什么了 Tom Lee是比较谨慎的 他说接下来一个月的这一个走势呢 他也不是这么的清楚啊 他觉得是一个coin flip 你投个硬币呢 准确率可能都会好一点 毕竟是55开嘛 5050 他的看法呢 就是跟不同的这一个经济管理者去讨论的时候呢 发现大家对接下来这段时间 在接下来次时间 对就是10月5号大选之前呢 都比较的谨慎 没有投入太大的一个资金 因为你不知道实际的证据会怎么出来的 你这一边主力啊 这一个大资金的去布置的话 结果选举出来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话 那怎么办 要重新布置吗 所以在这一边他们是比较谨慎一点的啊 他个人来看的话呢 他说如果有 他觉得不会有大跌 但他觉得如果有大回调的话 他觉得是一个黄金坑买入的好的一个机会啊 所以实际呢 也欢迎大家去在啊 这个留言和评论区呢 写一下自己的这个感想 同时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之前我们有讨论啊 不同的投行呢 标普白指数年底的这一个预计目标呢 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UBS啊 这个花旗还有高盛的是五千六 没怎么改变 这个是可以随时去上调的啊 这两期我们在讨论的是高端这一边的 像Bank of Montreal 还有Evercourt 他们两个是觉得是六千和六千亿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 最一都看到是差不多是五千六的 所以这里上行空间来说的话呢 就看选举之后会不会有大资金进去了 因为跟Tom Lee的说法来说的话呢 他就是觉得 诶这一个选举之后呢 反而觉得有很多资金会流入市场 形成了这一个Santa Rally 对吧 我们在圣诞节那一边看 有没有进步的冲高 在十一和十二月 感恩节复兴那一边 好 十一月就是美国的那个感恩节嘛 我们加拿大这边感恩节日期不一样 So we'll take a look 那么昨天我们做了这个投票的 大家的多数的感觉 也是觉得大盘今年最高点 应该是产生在现在到六千点左右 六千到六千五还是有小伙伴看到的 其实这里超过一半的小伙伴呢 是觉得53%吧 觉得是在六千之上的 所以看一下今年选举之后呢 能不能进一步的冲高 这会儿我们看到美光还是在109的 整体来说的话 走的还是挺不错的 暗池应该是更新了 昨天是往下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来说的话呢 就是做 也不能说完全的是 被这一个空头这边在控制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冲高回落了 但是它的幅度呢 还是比较的小 现在还是在5722附近 因为今天最高冲高到了5740附近吧 也就是标普白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但是其实它回落也只是为了测试三角 这里已经摸了四次了 一二三四 所以明天这里应该是会给出一个方向的 今天尾盘是一个小的一个加仓 不是大的加仓哦 所以有可能是代表的 还是想这个JPM呢 是不是想保住自己的这一个武器物灵的 这个卖空的这一个看多齐全的 不要被拉爆 还是比较的害怕了 详细来说的话 我们接下来再看吧 恐慌指数有没有进一步的更新 这一边没有太大的起色 大家可以看到的基本上一路在跌的 但是明天如果美联储开始说话呢 比较的不齐这一个市场预期的话呢 或者在市场预期之外的 那我们可能会见到恐慌指数呢 是出点腰的 所以这个要比较小心一点 但明天主要的还是看芯片半导体 涨的是怎么样的 好最后讨论一下这一个特斯拉的这一个消息 特斯拉的这一个走势 特斯拉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觉得这里呢也是偷偷的涨 因为其实今天呢是冲高之后呢 回落了 还是那个关键的点位啊 前面的一个高位在257附近的 但是今天尾盘呢 又又这一个升上来了 所以这里就徐徐缓缓的在往上推高 今天盘中主要齐全的推动呢 就是260 sell call 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被卡在这一边呢 但是也有sell put在250那一边呢 继续的在Delta那边呢 把它给推高了 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暂时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这一边的压力呢 之前讨论过了是比较的大的 在265附近呢 这里也静静的开始接近了 这几天投资者比较谨慎 因为刀普白指数呢 日线呢 久转了 所以后面已经两天了 可以看到上次久转之后呢 他等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吧 才开始回调 然后继续新高 所以这一边 大家是比较害怕 后面是不是会出药 所以我们看到Tom Lee呢 这一个平时是比较看多的一位分析师呢 也是比较谨慎一点的 所以后面还是要进一步的看 另外去回答一下OKLO 因为最近不少的留言区这一边的评论呢 都是有讨论OKLO的 但其余的一些像什么AWS 还有各种买币的那些 那些都是假的啊 所以大家不要去回复那些留言 或者去买那些币 那些基本上呢 就是一些恶意的灌水啊 基本上我看到的时候 我都把它们去给删掉的啊 去避免大家去在在在看的一些的讨论 平时我们在讨论的股票呢 基本上都是美股上面一些这一个啊 交量比较大的 然后主流的像特斯拉英伟达这些 每天都在讨论的啊 啊其余的这一些小众的币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的高风险的 大家要比较谨慎 股票市场同样的也有风险 还是那句话啊 啊股市有风险 大家要谨慎 Anyways let's move on 啊OKLO 这一个是能源股 啊主要现在大家就看嘛 核电的这一个startup 啊那但是这一只不一样 因为是OpenAI的CEO Sam的这一个啊 有支持的啊 他是这个公司的这一个主席chairman 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 是在讨论开工啊 做这一个microreactor 所以我们看到OKLO呢 就往上涨了一点 但是到了均线压力的 而且他是个别的这种发力的 像当天涨个27% 后面呢就可以看到开始去横了 这只股票 如果你是做趋势性的话呢 就比较的是要抓住 他的那个节奏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只是一个startup 小盘股的这个公司 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啊 因为市值来说的话 不是很大 也就10亿左右 主要还是靠着Sam的这一个 啊这个点呢 在抓住AI能源概念 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啊今天晚上 尽量抓紧早点睡觉 明天可以起来 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直播 做一下GDP 呃 失业申请 还有这一个老包 还有这个美联储发言 这一方面的最新的行情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分享 记得点赞 不要错过我的更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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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